恭喜你來到這一節的課程 因為這表示你已經了解熟悉Drupal系統的安裝與使用 在這一節課程中我要提供給你進一步的訊息 讓你繼續擴展Drupal的知識跟能力 首先我們可以認識更多的模組 每一個模組都有它特定的功能 選擇適當的模組可以擴展Drupal系統的功能 我會建議你針對在Drupal org中的100大模組做一個全面性的認識 畢竟它們之所以是百大 是因為有非常多的人使用了這些模組來解決它們的問題 我相信也可以解決你大多數的問題 接下來是了解版型的開發 我們知道在Drupal系統裡頭要更換版型是很簡單的 我也在課程中稍微介紹了版型設計的概念 如果你學會了版型設計 那麼你可以針對要開發的網站的主題 品牌、形象等等 進行自己的版型的設計 除了美觀之外 也可以表達網站的主題跟形象 再接下來 如果行有餘力的話 可以再研究Drupal的程式設計 Drupal的設計師需要寫程式嗎? 我想並不需要 不過 假如你會基本的Drupal程式設計 那麼對於網站的整合 會有突破性的效果 有些小地方的整合並沒有特定的模組來協助你 如果你會基本的Drupal程式設計的話 只需用到小小的程式碼 就可以做出不反的效果 例如 在你的文章中 套入一個Drupal自動化的列表 你就可以免除頻繁整理文件的辛苦 只要有基本的概念 這些程式碼都很容易製作 好 接下來我利用實際網站的位置 來介紹你如何進行這三個方向的發展 首先關於百道模組 我們可以來到Drupal org裡頭的 專案使用的統計 這份列表 這份列表中 有所有模組的排名 由大到小 由最多人使用到最少人使用 在它的前面100大 是我所介紹給你建議可以認識的一些模組 我所謂的認識 並不是要你對他們做透徹的了解 而是至少知道他們提供了什麼功能 解決了什麼樣的問題 這樣在後續你做Drupal系統開發的時候 當你碰到的某個問題 你會知道有類似的哪個模組 可以來應用看看 再來第二個了解模組的應用 你可以來到模組的分類 這個也是在Drupal org裡頭的一個網頁 在這個模組分類裡頭 將所有的模組進行了一個分類 我們可以針對功能或問題的類型 從這裡快速的找到可以使用或參考的模組 例如說假如我對於File Management檔案管理 可能有一些功能上的需求 那麼我可以來到模組分類這邊 再來找一下File Management OK在這邊 點按它的More File Management 你可以看到更多關於檔案管理的相關模組 這個網址你可以利用來到Drupal org之後 再來點按Download and Extend 然後下來一點 這裡就有一個Module Category 然後選擇All Categories 就可以來到剛剛我所介紹的模組分類這個網頁 再來我們來介紹一下關於版型開發 我們如何擴展我們的知識 我們可以來到Drupal org 再來來到Documentation文件這個地方 稍微拉下來一點點 這裡有一個Cmin Guide 也就是版型設計的指南 等到這邊以後 這裡有Cmin Guide相關的一些資訊 可以提供給你做參考 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嘗試使用在Drupal中的其他版型 了解每一種版型所提供出來的功能或者是效果 如果你想要開始開發自己的版型的話 我會建議你研究幾個重要的基本版型 包括有960、Zen跟Fusion 最後我再推薦兩個跟版型處理相關的模組 一個是Panels 一個是Skin Air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關於程式設計 我們有哪些資料可以參考 一樣是來到Drupal的網站 接下來來到Documentation這裡 稍微往下拉 在這裡有一區叫做Writing your own code 撰寫你自己的程式碼 這裡有三份主要的類型的相關資訊 可以提供你作為初步的開始 如果你想要進行Drupal的程式設計 我另外推薦一本書 叫做ProDrupal Development 這本書算是在Drupal的業界裡頭 大家公認了一本 關於Drupal程式設計開發的一本好書 最後在通通學網站裡頭 也有一套Drupal通通學的課程開發計畫 我們在通通學網站裡頭 針對Drupal的類別 準備開發 關於入門與使用的課程 以及相關各種內容的應用 重要模組的相關解說 以及Drupal本身維護開發 所會使用到的程序工具跟相關的模組 再來我們會介紹程式應用 我們首先由一些小程式的開發來做介紹 那你很快的可以針對Drupal系統的 各個功能的整合馬上有一個顯著的效果 再來我們會介紹關於模組的設計 再來是相關於版型的設計 我們針對960跟Zen 會進行相關課程的探討 最後我們針對於在珠博中使用的 CSS、JavaScript跟JQuery 我們也會開發相關的課程 針對這幾個題目做進一步的探討 OK 非常恭喜你完成了這個課程 最後我們很快的來回顧一下 我們整個課程到底學了哪一些內容 OK 除了介紹之外 我們了解了什麼是CMS 那什麼是Drupal 以及相關的一個內容 然後我們也學會了如何安裝Drupal的核心 以及相關模組安裝中文化的動作 在Drupal的基本系統運作管理上面 我們學會了使用者內容、回應等等相關的運作 也學會了如何使用主控台、捷徑 以及Chrome的定時工作排程 然後系統應用的基礎上面 了解各種內建模組的使用 那也學會了如何在內建模組外 建立自己客製化的內容 以及分類相關的文書管理 而在網站內容顯示的呈現上面 我們了解了什麼是基本的版面 網站風格的規劃以及應用 如何安裝額外的版型 以及制定自己版型上面的布局 另外在內容呈現的重點上面 我們也介紹了view的資訊 匯整以及呈現 而最後在控管跟維護上面 我們對於使用者的權限、角色的管理 而在使用者的選單、界面上的設計 以及最後的一個維護管理、備份還原等等 透過這樣的課程 您對Drupal的基本掌控 應該可以得心另手的去管理一個網站 期待在下一個課程 與您繼續學習Drupal更進階的使用 以上是CQ邱老師在這邊為您做最後的課程回顧 謝謝 謝謝